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壮新闻 各位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稍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 将会公布 今年第二季的中国GDP的增数 我们知道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第一季 中国的GDP是负的6.8 负的6.8 那现在疫情和缓控制了之后 所以在供应端 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需求端 就市场这一边 欧美特别是美国 那么现在情况还是不好 疫情还在扩大 那所以第二季 这个GDP 现在各方专家预估 应该是正的 应该是正的 那有人预估 大概可能是2%左右了 不过也不用参 要稍后 大概几个小时后 答案就会揭晓了 好 但是最近中美关系 确实状况很多 那么 从包括之前的科技战 华为到香港国安法 乃至于 昨天川普签署的港版 香港自治法 那么准备要针对那些说 对危机到香港民主自由 自治的一些人士跟机构 要进行一些制裁 那中方也提出了反击 那互相打来打去 这个当然对经济 不会是好事 不会是好事 那有些是属于架构性的问题 你少了 比如说你特优 原来香港的贸易优惠条件 优惠待遇一旦消除了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那他连带也会影响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 那现在已经到了暑假 现在是中国 现在最最需要应对的 就是几百万上千万 八百多万的 这个高校毕业生的 这个就业的问题 那所以呢 变成说 这个经济要怎么维持 因为经济维持的背后 其实就是为了保就业 那所以最近中国政府 有一连串的政策出来 大概我们已经可以 从几个政策的方向来做归纳 可以看得出来 扩大内需 这样的一个政策总方向 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明朗 韩正 国务院副总理 在礼拜二 在发改委的座谈会上 就重申 说要做好过大内需 更加注重消除 供需两端的温差 那像 昨天的A股 那么包括旅游 酒店 景点 航空概念股 都逆势大声 这个跟暑假有关系 当然跟政策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然后礼拜三的国务院会议上 李克强 那么针对近期的经济情势 也有好几点重要的一个指示 那么他提到了四点 提到了这四点 那听众朋友 如果说您或者你的亲友 还有人在中国大陆 在营商的话 特别是做这个大陆内地市场的 可能对李克强的这几点指示 可能要稍微研究一下 他第一点 他说中央预算内来投资 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双创 就是创业跟创新的示范基地建设 然后要盘活闲置厂房 我们看到李克强不是去贵州巡视 那么说怎么一堆工厂都闲置 那些工厂都是做出口的 他现在说要盘活闲置厂房 希望他们能够变成来做双创的一个基地 然后另外还要做一处重点项目 以及一定比例的场地 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那么第二点是要鼓励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大中小的企业融通 就是提供资金跟这个专业化的一个服务 那么第三个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开设 开展设备融资助力和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 这是要在金融方面在给予支持 以及第四个要实施创业 带动就业示范行动 推动企业双创示范基地 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托育养老 家政旅游电商 好可以说包山包海 那么范围拉得非常的广 非常的广 好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大陆国家发改委13个部委 昨天也联手出台了一份文件 那么要历称15类的科网新业态 这里面包括叫共享住宿 包括副业创新等等 之前这一些有灰色地带的这些新的产业 什么主播带货 这些都偏严管 现在是大开绿灯 那么等于说 反映的就是说 是中国经济在瘟疫 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下 现在面临庞大的就业压力 所以现在政府要透过新兴的业态 让部分失业人口来暂时的 能够得到一个栖身之地 你可以说暂时的隐形 那同时他还推动青年 能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 那么这里面就可以里头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政策导引的一个痕迹 13个部委是包括国家发改委 中央网信办 商务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还有市场监管总局等等 那么这个文件可以反映出来 是一个跨部会 而且是等于说整个国务院 现在就是简单说 因为第一个毕业 毕业季来了 8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人口 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第二个是 经济现在靠外贸 已经不可靠了 那么美国跟中国的这种 贸易冲突 跟其他方面的冲突 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中国如果经济还要维持得好 你就必须要把内需先做好 内需先做好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 这个文件就包括说要支援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扩大就业了 那么这里面拉出来的非常非常长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网 去国务院发改委 去看一下他的文件资料 那我只是想跟大家提醒 那么现在中国因例疫情造成了经济的冲击 现在也在顺应 所以他这个电商 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网络经济 是非常非常的强调 创新的宅经济 现在也非常的重视 那么所以这一轮新的这个商业模式 顺应到他的内需的用拉 用的需要 那么内需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在主要的一个依靠 所以呢他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呢如果您还是有在专注在中国的市场 或者你的亲友有在做中国大陆的那场 内需的生意的话 可能要关注目前这一段时间 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走向 那么这会是 接下来中国经济 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邀请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两岸政策协会的理事长谭耀南 耀南兄早 清隆兄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这几天 大概我们所有的评论节目 除了谈台湾的问题之外 要谈到国际 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忽略掉中美之间 这个可以说好戏一台接一台 那我们昨天 我昨天在节目上跟来宾在谈 这个美国国务卿 POP的这个南海声明 南海声明 这也是有史以来 大概是美国对南海问题 表态最强烈的一次 然后呢 昨天我们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就提到说 总统 美国总统川普 在白宫的花园 开了一个记者会 当时就是针对说 他已经批准了 港版国安法 不是 错了 应对港版国安法 所要制定的一个 美国 这个香港 这个自治法 好 这个香港自治法 我们知道 它是在参众两院 非常高的 几乎是无意义的通过了 那我想听众朋友 大家都知道 按照规定 这么高的两院 共议的同意的一个法案 美国总统呢 是你可以选择 这个同意 或者不同意 那十天之内来处理 那如果选择不同意的话 你就必须要向国会 提出的这种 叫做类似我们的复议 的一个做法 但是你也可以 另外一个做法是 你这个完全不理他 但是你不理他的结果 你不处理的 结果是十天内就会生效 结果川普是选在 最后一天的时候 签的 签的 好 所以他签的 跟他不签 但照样生效 是表示不同的态度 对不对 是 我想这个态势非常明确了 就说在参众两院在谈所谓的香港自治法 那么应对港版国安法 其实不止港版国安法 就是从这个去年以来一系列 对 那么反送中的这个条例 以及香港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抗议 一直到现在 我想这个态势非常明显 是 所以当时在参众两院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已经准确的预测到说 其实川普会签 对 那么会签 而且呢 那么会对这个事情做出明确的表态 那么并且签署行政命令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是 刚才青龙兄讲的 那么在前天 应该是7月13号 就是美国时间的前天发生 对 是 那么他签了以后 当然大概我们 因为实际的内容 或者说行政部门到时候会采取的 一些措施 那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把它细化 还要进一步 就是说因为他没有错 国会通过的这个香港自治法 有非常广泛的一些内容 那同时他主要是要求行政部门 有责任 有义务要在一定时间内回报 对 我想这个其实当然 法案的内容很长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 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制裁了 对 那么就是对于香港 就是对于违反 那么香港的这个自治 或者危害香港自治 或者危害香港自治的个人 或者是机构 那么予以制裁 那么他具体上就是说 规定在法案生效90天之内 对 那么川普签署生效90天 就落在10月中旬 10月12号 那离美国大选没几天 只剩下三个礼拜左右 那么国务卿要向国会来提交 一个剥夺香港高度自治的制裁黑名单 那么并且是60天之内 就是财政部长 那么要列出 跟上述黑名单 有大量资金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 那么美国总统 那么会将要给予这些人士 进行冻结资产 拒发签证 拒绝入境 等等等等的 在法案里面所列出来的制裁措置 并且在一年之内实施了 这个除了制裁的类似情况 他最近对新疆的这个高官 是不是就是做一个类似这样的 非常类似的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法律 当然香港自治法是专门写给 跟香港有关的 但是这个对于 不只是机构 对于个人的制裁这个概念 是非常类似的 而且这里面 如果是放到香港 这意义不同 因为香港的国际连结关系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说 美国的香港自治法 昨天的生效了以后 香港的建制派 香港建制派你知道 都是过去拥护港府的 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他们有人在说 是因为建制派的人 大概很多人都有资产在美国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这也是另外一个 这个法案出来的振折作用 对 这个事情 当然我想还会在发生变化了 那么刚出来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是在观察跟观望 因为法律出来是提供一个机制 那么行政机关要列名单 事实上你可以想见 就是说这个法案还没有出来之前 这个名单已经摆在桌上了 这是要去修改 以前谈的最多 最高阶的就是韩正 他是主管香港港澳事务的 但是这个也很妙 就是说昨天的新闻也出来 那么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是说 在川普签署香港自治法的同时 那么内部的消息说 他不愿意在看中美关系紧张加剧 那么有意考虑去暂缓制裁中国高官 那这个当然是一种内部传出来的说法 你晓得这个东西内部会传出来表示什么 表示有人不愿意见到川普不去制裁 对 没错 要破坏他 那这个就点了名是韩正 包括林郑月娥 而且外电都讲到说 韩正家族什么几十亿美金的资产在海外 对 那当然这个事情跟很多都联动 坦白讲跟美中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么美国的经济情势疫情的控制 它的种族冲突川普的选情 那么中国当然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变动的状况 疫情的控制经济的发展 那么它的这个长江中下游的这个水患 等等等等 我想这个还有彼此之间 联动 联动 包括南海 包括其他的议题 其实都联动在一起 那川普会不会去放两个 第一个是放缓 第二个是把这个叫做什么 黑名单的缩小 或者第一件的缩小 这个其实都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观察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香港自治法 虽然说那牵涉的层面很广 比如说川普昨天也有讲说 那不再有优惠关税的地位了 敏感科技产品不给不从香港 这个就非常明确了 所以这些反而不是现在的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个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香港作为跟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它并没有特殊 对美国的法律来讲并没有特殊的待遇 包括关税 包括出货管制特殊的待遇 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 了解那现在的增值或者现在的松紧的一个枢纽 反而是在于说那个制裁 对对不对 对好那制裁要到什么层级 这个可能就是川普要去拿捏了 是那这里面的话 我想跟你请教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9月要举行 我看到这个国务卿Pampeo 他之前已经有明摆的讲说 他说从香港9月的选举 就可以判断香港还有多少自由剩下来 这个话有意思 非常重要的政治讯息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最近泛民派他们搞了一个初选 结果包括中联办 港澳办 还有港府都说他是可能违法 什么什么等等 这些话都出来了 对现在大家都在看 上个周末的这个香港泛民派做的这个立法会的初选 到底港府怎么处理 或要不要处理这件事情 那您刚刚讲的 蓬佩奥这个说法 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开始双方在喊话叫价了 就是说对这个事情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 这个很多事情规范出来了 机制出来了 但是怎么执行执行的力道 这个大家还在看 那么看的其中一个跟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和港府和北京怎么处理 或怎么应对香港立法会选举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初选的过程了 这就是息息相关了 所以可能将未来几个礼拜 还会有一些演变 还有一些歧视的变化 我今天看到的是香港的这个叫做立政师 立政师的师长郑若华 郑若华他讲说 他说他不认为民主派的初选 有任何违反法律的元素跟意图 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资深大律师 而且是行政会议的成员 那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出来讲话 可能多多少少跟刚刚初选办完 很有意思 刚刚初选办完的中联办的姿态 跟这个包括林郑的姿态 已经有所转变了 所以这个转变我直觉的判断 是跟川普公布的这个香港自治法 是有关的 我想会有联动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同意 好 这个香港的情况大家不能小看 它的影响面向还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说将来香港跟中国大陆 完全一致化的话 第一个 你从香港申请美国的签证的话 完全不一样的 你现在拿香港的 我听他们讲 现在拿香港护照 大概是一签可以十年免签 那拿这个中国的护照的话 那就很麻烦 而且要单次申请 对 这个是全面的嘛 就投资啊 移民啊 这个贸易啊 这个高科技出口管制关税 所有的东西都连在一起 他就把它视为一般的 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香港一般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今天跟两岸政策研究协会的 理事长谭耀南 我们在谈美国公布的 香港自治法 它的一个相关的影响 其实香港现在 你讲的没有错 现在就是中美 全面对抗的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焦点 就停泊在这个地方 那它的影响两边 一个有港版国安法 一个香港自治法 两边推来推去 我觉得最困难的 恐怕是一些包括企业 或者是金融事业 因为港版国安法是你不可以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那你如果听从美国的要求 去做一些什么勾机 或者什么对那什么什么业务的配合 对 你就违反了港版国安法 我现在在香港 但是到过来你也可能被美国制裁 如果在香港的金融机构 不只是美系的 其实都一样 基本上在法规遵循上面 它已经处在一个 起码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怎么遵循的状态 对 因为两边是矛盾的 第一个法规本身就有 彼此就碰撞在一起 第二个当然你在执行上 执行细则 还有解释上 还有是出来的力道 这个也都不同 那你晓得这个外资金融机构 在香港 它的法规遵循 其实都是用最高的标准 当两边都采取 适用同时的 美中两国的 两个法律的执行细则下面的 最高标准的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做事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的确是很困难 但是情势会不会慢慢出现 一些转折跟变化 我想这个才是关切的重点 因为即便是 你看这个美国所签署的 香港自治法 那么它其实都有 就是说公布后一年之内实施 它就基本上还是有一个 所谓的缓冲期 叫做grace period 对 其实都还是有 关键期 所以在这个在过程中 因为其实一年 以现在这个情势过去跟未来的 一年会发生好多事 一个月 一个礼拜都会发生 我想 我听专业的业界的朋友讲 他认为美商 特别是金融业 不会那么快的撤离香港 虽然说现在并面临两边的夹击 因为主要原因是 因为现在中国还会让更多中国企业 在香港上市 所以美国的金融机构还不会放弃 最后这一块 但是牵涉到资讯自有的产业 会是一个立刻 会比较大的要面临这个问题 这里头像Google Facebook 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我们已经看到纽约时报宣布 他们要把一部分的这个部门 先离开香港到首尔去的 是 这个我也同意了 就说 其实当华府在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 金融机构当然非常关切 华尔街非常关切 那我的了解 现在美方在整个过程中 也并没有在政策上去逼迫 或者最起码鼓励 那么美系的金融机构撤离香港 我想当华府就没有了 那当然就说法规遵循是一件事 那让你是不是要完全撤离 都是另外一回事 后者我想短期之内还没有发生 还不会发生 但是资讯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你刚刚讲的 这个我想这个 当然第一个 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放在香港 坦白讲 这个本来也不是有 非得放在香港不可的理由了 那你说撤到首尔 或者其实我们台北也有很大的机会 等等 我想这个相关的产业 那么势必会很快速的从香港移出来 你觉得台商呢 我知道我们很多台商企业 是以香港作为资金的一个基地 在进出中国 或者进跟出 那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概念已经改变了 因为那个边界的概念改变了 以前是说透过香港 或从香港进去 这是从地理地理素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那你现在如果香港是中国的 一部分 而且已经无差别待遇的情况之下 那你进香港 概念上其实就是进中国大陆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透过香港或从香港 因为你从香港跟从上海 那就应该在一个香港以外的地方嘛 是啊是啊 所以当然很多人在提到 比如说新加坡啦 很多人提到其他的第三地 但是香港作为一个传统 过去二十年来 台商或台资企业 透过香港 你不管是金流啊 或者是说人啊 账户啊 公司啊等等 这香港作为一个据点 或作为一个点 这个的功能 也在快速的萎缩当中 我看到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分析 说这一波香港的整个的事情 那么的影响 我对香港人影响他们讲说新加坡啊 可能会得到很多的资金 那台湾最有希望是争取香港人才 因为我们在金融政策上大概不太可能做取代 那英国是希望同时得到香港的资金跟人才 所以英国他们现在有个BNO啊 就是那种海外的这个户籍 海外的公民 海外的公民啊 所以你觉得接下来香港资金人才的流动会怎么样 我想这个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国际化很高的都市 那么这个资金的流动当然会往各方跑 美国英国对不对 新加坡您刚刚都提了嘛 那留在停泊在香港当然会也会有 那就是说这个大概都会往四面八方的辐射啦 人才的部分其实就看啊 就是说台湾第一个就是说 他有条件去争取香港的高阶白领的人才 其实也不只是争取而已啦 就是台湾其实作为一个点啊 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据点 其实那个重要性在增加啦 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听众最近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台湾现在从年轻人 到这个资深的这个白领的高阶的主管 那么到企业主到退休人士 其实大量的在这段时间之内 在台湾 那么在台湾寻找可能的 包括美国的欧洲北美的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 其实都在 那这个其实人在的时候 这个想法概念 可能的机会 对 都会发生化学的变化 我反而认为说 就你刚刚因为提到的是 人才库的问题 我说这个人才当然是从 这个 这个 从学校出来的 一直到这个退休人士 到企业主到专业百里 高阶百里 都包括在内嘛 那这个其实创造了台湾 其实很大的一个机会 过去我们都讲那个 那个brain drain 就是人就跑掉了 跑到其他地方去 其他地方薪水高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事情 很快的在这个 这个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快速的翻转 反转了以后 到台湾创造了一个很大机会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机会 其实接下去我们要谈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想香港的问题 而是原来 你讲的没有错 我都有接触到 包括有一些 在本来在大陆 在海外的台商 那么过年回来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到现在还没有出去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后来有这个机会 平常忙 不会去想这个事情 你就被整个事业牵着走 突然间就回来 回来之后他想一想 我都有快70岁了 然后等等 然后利用这段时间 更多人在 discover台湾 重新发现台湾 然后他就有很多想法 很多等等 你讲的是70岁的大老板 但是也有20岁的小朋友 他本来要在香港工作 他本来要在美国找工作 他在美国念书 现在回来台湾了 发现说 其实台湾其实 作为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 不管是创业 就业 或者是各种可能的发展 其实也在认真的考虑 所以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是有很好的机会去创造 我讲的是人才库 都停留在 停泊在台湾的状况之下 是有可能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接下去半年和一年的时间 现在你也必须承认 因为疫情一时两刻 还结束不了 所以这种状态 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值得 政府不管 其实国发会应该去关注 这样的问题了 对 好 那是我们不能不忽略 不能不看到就是 现在中美之间 因为毕竟美国在 不到四个月要选举 那中美之间最近的问题 真是碰撞的 我都觉得有点目不暇击 从新疆的法案通过了以后 对中国高官的制裁 然后中国又提出反制 他对那个Rubio这些 美国他们认为 列为制裁对象 然后接下来 他又对洛克希德马丁 因为他受军事受台给台湾 然后美国又发表了 这个南海的声明 那南海声明讲完没多久 美国立刻就派出了军队 那么往南海来行驶 这个都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 美国驱逐舰 立刻到巡访南沙 它的侦察机 在三天当中 就有两次飞到 非常靠近广东的地方 看起来美军 这次在南海 这个姿态是完真的 是我想这个 最近南海的情势 的确有身高的趋势 就像青龙兄您刚刚讲的 这个第一个是军事的对峙 那么第二个是重要的政治讯息 那么包括前几天 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说 这个他否认中国 那么在南海 的主权 他说都是非法的 对 那么隔一日又提到说 那么主这个支持 就是说支持美方的立场 去否定中国主权的周边国家 我们将予以必要的协助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讯息 那您刚刚讲的 那么军舰 这个是军事的讯息 那我常常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南海的冲突 其实不只是南海冲突 但我们主要讲 南海的冲突的事情上面 如果双方是用 继续的政治的讯号 就political signal 来取代军事的讯号 我讲的不是军事的冲突 军事的讯号是指说 我的船舰就开过去了 就非常靠近了 这个在送出军事讯号 那通常的状况是 政治讯号跟军事讯号 是同时 或者是交错 或者互相的奥远 两国都是如此 但是你如果看到说 军事的讯号 送出来的频率和强度 远远的大过政治讯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 你会比较担心 而南海最近的情况 就有点类似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认为说 如果双方都能够 多出政治讯号跟外交讯号 来取代军事讯号的话 那么也许 也许情势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糟糕 但是现在看起来 未必是如此 那现在南海风云集 那么香港也是情况非常的紧张 这两件事情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继续跟您分析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现在南海风云集 那么香港的情势也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最后一段 要跟谭耀南兄来谈 我们台湾跟这两件事情的关系 关联性 我先讲那个南海的部分 现在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说 这几天 大家已经有讨论到了 八月份说解放军要举行一个 要在南海举行一个演习 那么演习什么呢 演习夺岛的计划 那一直外电讲说 它的模拟对象就是东沙岛 这是一个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东沙出了状况的时候 台湾有没有应变的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强烈的讯息 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第二个是 从美国昨天的南海声明来看 很明显就是说 他直接表明 中国中国中国政府 所谓的九段线的主张 是不存在的 没有依据的 那我们知道 中共的九段线的主张 是延续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 是 那马泽东时代把两段 给他这个放弃掉了 所以一直有个争论 据说那个文件是在我们这边 是在台湾这边 那么有一段时间 马政府时代两岸关系和好的时候 中国方面 他们南海研究的领域专家 似乎有那么一个意思 是希望台湾来呼应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现在倒过来 现在美中在南海交锋 美国可能会 会不会希望 或者敦促台湾 要出来直接否定 所谓的十一段线的这种合法性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步 台湾怎么办 我先跟你请教 我想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 那困难的原因在于说 就像清隆兄您刚刚讲的 就是中华民国对于主权的主张 那么这个并没有改变 那么自此以来 就您刚讲的 这个所谓的十一段线的主张的 主权主张的概念 那么跟这个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九段线的主张 其实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 虽然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是吻合重叠的 那这个我想这个事情 其实美中台三方都清楚了 那么对于主权的主张 那么这个就是说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美台关系上面 那么会不会对台湾 对于主权的主张 有所要求 或者是敦促 我个人认为不至于 不至于 你觉得完全可以排除吗 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美方的这个期待 或美方的想法 这件事情 我想一定有 不可避免 但是对于台湾的主权的主张 我想起码到现在或你可以预见的 这个情势的变化 也会给予高度的尊重 所以这个事情 因为情势一直在变化 而且主轴是在美中关系上面 那么这种所谓的期待跟要求 那么配上我刚刚讲的高度尊重 那么不至于 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面 让台湾 那么跑出来变成一个 美中角力 或在南海的议题上面 那么去做一个 积极的主动的主张 这个主权概念的一个角色 我想这个不至于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除了九段线跟十一段线 九段线是PRC的一个主张 那十一段线是中华民国过去 曾经提过的主张 那么另外一个很有趣是 对于2016年国际仲裁的那个裁决 中国是说他是废纸一张 但其实呢 台湾当时对这个仲裁 也是给予否定的 因为他把太平岛说 他不是个岛 他是个岛 他是个礁 所以在2016的国际法院的仲裁 这件事情 以及在南海的主权数学上 好像两岸是一致的 两岸没有什么矛盾 我的意思 不是 就是说2016年那个仲裁 其实我们主要去 否定 就是太平岛 明明是个岛 你说不是 那我们对这个事情 表达不同的意见 所以并没有去处理到 台湾的政府并没有处理到 我反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根据你所谓的九段线 十段线 你是在讲太平岛 所以那这个事情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的主权的主张跟立场 是非常明确的 没有改变 对不对 就是说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的主权领土的这个主张 和他的法律基础 其实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不管是法律基础 还是政策立场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 在这个主张下 你今天美国 你说出来 要我们出来声明说 放弃十一段线 我们可以回去说 这是我们的主权 我想美方会对于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 主权的主张跟立场 充分的尊重跟理解 我想会碰到这个事情上 产生任何的不一致 或者是冲撞 我想不至于 起码以可见的未来不至于 我想前面的讨论 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美中现在的交锋的 交点的南海问题上 台湾的情况是相对来讲 有非常的曲折 我刚讲到说 在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上 其实台湾本身也是一个受损者 受到损害的 权力受损害的 但是在南海的 这个所谓的主权的数据上 台湾程序中华民国的这个传统 又有一个主张在那个地方 那个主张还是现在中共所沿用的 这又有一个重叠性 但是对台湾现在在南海 权力的最大威胁 却是解放军 对不对 尤其是他可能 刚刚讲东山岛的夺岛 所以台湾现在 我觉得这里头要厘清一条线 还真不容易 对 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个局里面 我想这个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 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 或半野的角色是 不挑起冲突 高度克制 高度自制 在这个变化之中 寻求一个正好 寻求一个刚好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整个的架构 跟法律政策 跟主权的主张上面 我刚刚讲没有改变 可是在做法上面 在提法上面 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弹性 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 未来的这个主旋律 是 好 所以有一分钟 另外 这个香港的港版国安法 出来了以后 现在已经有大陆的 这个强硬的鹰派学者 又提到说 随时明年全国人大 就可以通过一个台版国安法 北京制定一个台版国安法 真的 他已经有人这样讲了 他不是有一个 反分裂国家法吗 2005年就制定了 法律政策国家法 其实已经够严峻了 够强势 够循悍了 那么我猜 所谓的台版国安法 这可能是 可能学者在忘文生意吧 年轻学者 把中国的年轻学者 把这个事情炒得 而且我也很难想象 你说定了台版国安法 结果呢 你要派什么 派国安署来吗 对啊 你有办法派国安署来台湾吗 对 我相信不至于了 而且这个事情大概对台湾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这样这个应该不会 好 我们持续关注了 反正台港现在都联动了 谢谢耀兰兄 谢谢听众朋友 明天见